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在過去的星期六日 我們都下了幾場雨 不過今天我們就過了一個 風和日禮的下午 如果大家今天下午 因為要上班 上學而下室內的話 不要緊 我帶你去郊外四圍看看 首先我們來到大南蔥 可以見到一些碧綠色的海水 然後來到長洲 我們可以見到一塊一塊 好像綿羊那樣的白雲 最後來到橫蘭島 我們可以見到海天一色的景象 真是非常難得 而各區普遍都是吹了一些微微的海風 感覺都幾舒服 不過正正就是因為風勢微弱 和陽光充沛的關係 各區的最高氣溫普遍 都可以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 天氣是酷熱的 關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預測 是這樣的 我們預測會是大致天晴 但局部地區是會有趨雨的 最低的氣溫大概是28度 明天日加天氣酷熱 最高的氣溫可以上升到33度 風方面就是吹輕微至到和緩的冬至到東南風 而預測明天的最高指外線指數是12 強度是屬於極高的 如果大家明天有機會要在日光之下暴露的話 就記得要像姐妹妹一樣 做足一些防曬的措施 另外 酷熱天氣警告仍然是生效 天氣熱 你記得要多喝點水 現時影響著我們的上空反彗船 我們預測它在未來幾天 都會繼續影響這個區域 在日頭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暈 天氣就會又曬又熱 所以我們只望在未來兩三天 就會大致天晴和酷熱 這一節的天氣和大家看到這裡